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不艱情深的時候 今天我們和大家分享圖書的作品 圖書被稱為 《師中之師》 《牧師中的牧師》 我們看看其中一本書 《提防假務》 其中一篇《試驗珠靈》 我們看看 如何教導我們 如果大家想看一看圖書 他的生命背景 可以在Youtube找人物展映 我曾經介紹過 這是一個道德 與宗教混亂到 無以復家的時代 教人真是 真偽莫別 為免我們好像核子 伸陷網絡 信實上主 已經不斷向我們發出警告 提出指引 耶穌告訴我們 在這個世界結束之前 國際關係動蕩不安 很多宗教會興起 令眾生著迷 引領 引頸 待望 對大多數基督台 以下的說話 應該是以術能長 例如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國與國 要互相供佛 饑荒 瘟疫 地震 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經文 還有說到 人要將你們陷在患難裏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 被萬民恨禍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禍 在這片的景象底下 狂熱的宗教 乘機挖起 超自然的事層出不窮 譬如 將來 有好些人 會冒主的名 就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很多人 而且也有好些的假先知 會興起來 那個時候 如果有人對你們說 基督在這裏 或者說 基督在那裏 這裏 不要相信 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 將要起來 顯大神跡 大歧視 倘若能行 連選民 也會被迷惑 這是馬帝福音24章 5至24節 除了圖書牧師 告訴我們這番話 我也想起 最近 大家有沒有留意 說到韓國的邪教問題 也層出不窮 而那些事情 某些部分 在香港也會發生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心 然後圖書牧師繼續說 他說 很多思想 是比較幼亂的信徒 他們看見 新批基督教外依 嘴裡 說著耶穌明治的人 來者不拒 不敢查問 因為恐怕愛心不足 至朝聚顯 如果看見自己的城鎮 有先知 紫然來訪 更不敢去面明真例 更恐怕拒絕了上帝的使者 乾犯大罪 適日法利賽人拒絕基督 他們擔心 重蹈法利賽人的福徹 因此 他們不是選擇保持真摩 就是索性 緊閉雙眼 全盤照收 但聖靈 或根本 不在當中 一切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信心 信心 不是一種 慣性的思維模式 叫人將嘴巴大大張開 或將圈染著超自然色彩的事物 亂按鈕 吞下去 而信心 叫人闖開心靈 全盤接受 是從上帝而來的 但丙珠一切非從上帝而來的事物 不管看來多麼圓目搖眼 聖經提醒我們 總要試驗的靈 是否出於上帝 這是聖靈對宗教會的吩咐 這是出自 要向一書四章一節提醒我們 譚如我們接受偽裝拒絕真實 這樣我們就肯定犯罪了 不表態就已經成為人人當前的習慣 取向 但迴避就不能解決問題 世界上每一個基督徒 都有責任以愛心去評鑑諸靈 然後以相應的行動 去回應評鑑的結果 而至於回來的日子 越近這些事情出現的頻密度 就會越密 所以圖書牧師都提醒我們 現在你看到世界很紛亂 每個人心都很不安 所以如果突然殺出一個 又有一個新的教派 說到自己披著 基督教的外衣 但是有很多愛心的行動 又有能行神跡歧視等等 很多就算是信徒 都會被迷惑 這個情況就好像 那時候出埃及記 所以摩西帶領那些人去出埃及的時候 其實未降過十災 頭的九災 其實很多術士都做得到 但不是等於他們來自上帝 所以這個我們要很小心 去警醒分辨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認識神 自己和他的說話 以至我們才能夠有能力去分辨 當然也要求聖靈去保護我們 好了 我們如何曉得某個人 或者某些宗教行為 是出於上帝的 是不是 答案是很容易的 只是 在上帝給我們顯明真偽之後 我們需要有勇氣、接受 或者摒氣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試驗靈的真偽 首先 領袖必須是良善 為聖靈充滿 要是不道德的 基督教就一無所有 就不是一些神學伎倆 更加不是超自然的表演 不是群眾的一火蜂的盲蟲 能夠決定上帝 是不是與這個人同在 是不是在這個場 運動中的中間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可能掀起一些復興運動 我們都要小心分辨 基督的每個仆人 需要以清純的內心 Pure Heart 和聖結的生命 Holy Life 去服侍 當然世間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君子 表面看來 也不可能完美無下 但一個受信任的領袖 生活必須盡量 是盡量似基督 當他以言以恨得罪上主 必然會憂傷痛悔 而上帝尊重的人 一定是謙和 以及比較謙順 而且是自我隱藏 不惜犧牲 而且是質樸無華 生活清潔 不貪財 他此致要榮耀上帝 不渴求掌聲 他的財政狀況 亦公開透明 道德水平非常高尚 操守亦無可指責 這些都是我們如何看 所謂自稱為基督 或者是基督的用人 如果大羅大鼓這樣說 你也要想想 但個人的道德良善並不足夠 每個人的工程 仍然需要經過聖經的測試 不是長篇大論這樣 引經據點 或是將個人的卓越 或非凡的淑寧經歷 自吹自擂 就能夠順利通過測試 試驗必須從上帝的律法 作為一個基準 要是言談 如果不是按著聖道 那就顯明 真光不在這個人的生命中 他既然向我們 鎮備高呼 我們就有絕對權利 和嚴肅的責任 用上帝的說話 去試驗他的工作 他既然要求我們 投以信任票 我們就要向他 索取以聖經為標準的健康證明 這不是指在宣講中 以經文去點絕 遷冊附會 或是殺有戒事高舉聖經 大聲疾夫 他的信仰原則 必須與聖經相符 宣講必須以聖經為主 教會也必須要根據聖經 誤信不釋圖的響道 就會令你命喪沙漠 而誤信留言 也會令你生意損失慘重 誤信一些容易 就能令你健康永遠受創 同樣 誤信假先知 就能給你帶來道德和靈命上的悲劇 小心不要上任何人的檔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圖書牧師 雖然是很多年前的人 你覺不覺得他所說的話 所謂熟靈的教導 真是跨越時空 你看回今天我們的世代 更加需要這些教導 希望大家繼續去聽其他圖書牧師的教導 因為他的教導都是來自聖經 好 今天來到這裡